一田祭 钱公府 范文正公 苏人也 平生好诗语 则其亲而贫 疏而贤者 贤诗之 仿贵贤时 至富国常忍之田千亩 好约一田 以养济群族之人 日有时 岁有衣 嫁取胸脏皆有善 则族之长而贤者主其计 而时共出纳烟 日时人一生 岁衣人一间 嫁女者五十千 再嫁者三十千 娶妇者三十千 再娶者十五千 藏者如再嫁之术 藏幼者十千 足之聚者九十口 岁入几道八百湖 以其所入 几其所聚 佩然有余而无穷 并而家居四代者语焉 事而居观者 罢莫己 此其大教也 初 公之未贵贤也 常有志于士义 而历未待者二十年 继而为蟋蟀 即参大政 于是时有路次之入 而终其至 公继末 后世子孙修其业 成其至 如公之存也 公虽未冲路后 而贫中其身 末之日 身无以为脸 子无以为丧 唯以师贫活足之意 以其子而已 喜燕平众 避车雷马 环子曰 誓引君之次也 燕子曰 自臣之贵 父之族 无不乘车者 母之族 无不足于衣食者 七之族 无动眉者 其国之士 代臣而居活者三百余人 如此 而为引君之赐乎 张君之赐乎 于是其侯以燕子之伤 而伤还子 于常爱燕子好人 其侯之贤 而还子服役也 又爱燕子之人 有等级 而言有次弟也 先父族 次母族 次妻族 而后及其疏远之贤 孟子曰 亲亲而人民 人民而爱物 燕子为尽之 尽管闻正宫之一田 贤于平重 其规模圆举又宜过之 乌乎 誓之都三宫位 享万中路 其底地之雄 车鱼之势 声色之多 欺奴之父 只乎一己而已 而族之人 不得其门者 其少也在 旷于师贤乎 其下为青 为大夫 为士 吕烧之冲 奉养之后 只乎一己而已 而族之人 草胡瓢为沟中吉者 又其少在 旷于他人乎 誓解公之罪人也 公之中亦满朝廷 誓业满边渝 功名满天下 后世必有史观书之者 于可无路也 读高齐义 因已移其事云